那問一下老王 這次美國把貿易戰跟台灣戰跟香港戰 三個戰場整並整合 同時中南海也一樣 中南海看待對美國的貿易戰 對香港乃至於對台灣的統戰 也是同一盤旗 可是香港的反送中得以延燒 並且影響今年全球政治跟經濟 有他本質的民怨跟結構 對如果說香港只是因為一個反送中的條例 然後就炒成這樣的話 其實他不見得是全然如此 因為可能早就結束了 因為已經全部撤銷了 那主要還是民怨的累積 那民怨累積最大部分 就是香港長期被我們講 就是貧富的差距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張網路的圖卡 我是覺得非常心有心 因為前幾天 前幾天我們談到台積電鴻海 聯發哥創新高 關姐當時又說了 他們創新高 但是如果你沒有買的人 他也不會拿錢給你 對你來說無感 其實這句話反映在香港的股市 也是這樣 你看這個有錢人去跟他老婆說 這個港股準備上四萬點 其實講這句話 對他老婆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那如果我們不要用感覺的 不要用圖片 我們用實際數字 用這個所謂的肩擬係數 均擬係數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 我們均擬係數怎麼分辨呢 通常在0.3以下 就代表一個 他是可以反映 這個貧富差距的問題 貧富分配到底均不均衡 如果在0.3以下越小 就代表他的貧富差距越均衡 那越往上數字越大 就代表貧富差距越差距越大 越不均衡 你可以發現通常我們都以0.5當作一個警戒線 0.3以下是安全 可以看到臺灣 其實在0.3附近 是100排名 全球排名100多名 算是還OK的啦 雖然有時候你會覺得 台灣好像貧富差距還是有 但是其實相對不嚴重 你可以看到香港已經幾 這個2016年公佈的數據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老王怎麼拿2016 都2019 我跟大家講 因為這肩擬係數 香港每五年只公佈一次 所以下一次公佈是2021 那我們就可以回頭來推 他在2016年已經告訴你他已經0.5多了 我們剛才講回到的理論 我們這用法的理論 就0.5以上就容易產生暴亂跟暴動 所以香港其實在2012公佈這個數據的時候 他已經埋下這個剛才關姐講 這個是有問題的這個火種了 然後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中國其實也蠻厲害的 中國其實排名也蠻前面的 然後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直接探討 尖離係數如果過高的話 其實除了動盪之外 你的貧富差距也非常大 有多大下面的圖片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香港他們每個家庭的月收入 總共我們把它分成10組 你可以發現第一組跟第二 跟第一組跟最後面那個第10組的差距 月收入差了多少 差了43倍 所以你說這個尖離係數反映出來 就是你說你如果說收入差那麼多 你要怎麼一個月 每月只賺1萬塊台幣 這個最低的最低組的 那他怎麼過活 因為你要想香港物價是非常高 而且香港房價比台灣高 你講對 房價房租物價都比台灣高 大家覺得房價很高 其實房租更高 我們可以往下看這個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深入 我們這個香港有個叫深水部 這個地方 他其實就是如果你要定義 他就是香港的貧民窟 這邊住了21萬人 都住在所有的擋房 那擋房是什麼樣東西 就是一間很小很小的房間 大概像這樣 我們沒辦法親自去現場 但是我們靠電影 這個一念無名 這個電影的畫面 你可以看出 兩個人 兩個父子 就住在這麼小的一個房間 有房間 然後桌子又那麼小 甚至連衣櫃都塞不進去 所以這是非常擁擠 我告訴大家 這樣大概一坪 如果換算成台幣 大概一萬多塊 就好像現在中國在切 租金 租金 租金很貴 越小的地方反而越貴 而且這個地方是很波亂很髒亂 怎麼還那麼貴 因為就跟切豬肉一樣 豬肉很貴對不對 那越切越小塊 切越小塊越貴 就變成絞肉了 就變絞肉越貴了 那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那除了這個 這是麥當勞的麥難民 剛才那個是還有房子住的 那很多是沒有地方住的麥難民 根據CNN的統計 2018年的這個麥難民 長期住在麥當勞 我這些數據是334人 那2013年是幾年 才57個人 顯然是越來越多人喜歡到麥當勞 去當自己家住在一起 那這也是反映一個社會 我住不起的話 那我乾脆就來找這種大眾 24小時運輸的素食店住 那其實這也是反映一個香港底層 一個貧富差距的問題 所以才會產生目前為止的動亂 而且這種貧富差距 還有世代差距 那年輕的世代 他投入這個社會 他的所得可能很低 或者很難cover 他基本的食衣住行的成本跟開銷 我們稍後再回來